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寻生命的长河 莫尽的卑微有时无空 就算胜负雨但侧月 要但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拼不洗八方风雨 已复刻地过日不落 相声平水云 何止星空 寂寞真情予火争气 明知莲花折磨江湖难忍错 谁吵得该怎么说 不知何洒脱都唱过 离开天地月 一笑一世的传说 沈思客 沈见真道 飞传说 长生是个好师父 但你是妖族的公主 有自己的责任跟义务 不能单单为了她活着呀 你说 我要连个师父都救不了 我当着公主还干吗 你怎么那么倔呢 你师父是你师父 你是你 你是徒弟 孝敬师父是应该的 但是不能把自己的人生 都绑在别人身上啊 母后 您放心吧 这救师父呢 我已经有主意了 母后您就别再操心了啊 洛洛 你是不是要去求神女 这神女 如果事事都能解决的话 那你父王也不会为了妖族的命运 如此操劳了 母后您放心吧 这人守护妖族的责任呢 我会担起来的 但这师父啊 我也一定会救的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神石玉物没那么容易的 你看啊 我说了吧 如果神石就可以轻易驱动万物 那还修炼真元干什么 当年周毒夫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勉强做到的事 你怎么可能轻易做到呢 反正也是闲战 事事总没有坏处 说不定 一不小心就成功了呢 随便你吧 累脑残了别怪我 累脑残了别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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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干吗呢 小黑龙 你师父在修炼神功呢 将来超过周毒夫 成为臣毒夫 师父 今天呢 就好好休息 我已经找到 可以救你的方法了 我们明天就出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驾 公主要去哪儿 本公主要去哪儿 管得着吗 让开 白帝有令 公主不能离开宫殿 请回去吧 快点 快点 等我 总算是逃出来了 这次多亏了 小黑龙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禀 师父 我们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妖族的神山啊 书里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可以治好你的病 不过马到这儿 就不能往前走了 剩下的路只能我陪你走了 不过你放心 师父 马上就会治好你 神山 那是妖族的圣地 一向禁止万人金融 不行 您会惹祸的 快放我下来 不放 来 师父 这神山被妖族仙人布下了无上阵法 我每靠近山顶一步 重量就会增加一分 引来神山之灵的愤怒 不值得冒这个险 放我下来吧 洛如龙 师父 我是绝对不会放下你的 小黑龙呢 这是神山 有阵法 他会被阵法押得出不来 没事 师父 我带你走 火影 我带你走 洛如龙 放我下来吧 师父 我绝对不会放你下来的 有一件事你是知道的 什么呀 我这辈子只喜欢一个人 我知道呀 你喜欢徐姐姐吗 师父别说这些了 我跟你唱个歌好不好呀 师父你没事吧 师父 神殿 是神殿啊师父 我们到神殿了 大胆来人竟敢擅闯神殿 妖族公主白洛衡 求见神女 公主 都一样 人山圣地 善入者死 若是不让人朝拜 那干这神殿有何用呢 再说了 这神殿是我妖族所里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 凭什么 不知道 反正不许你们进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不许我们进神殿 能让我们出神殿吗 出神殿 不能 但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那怎么办 不许出来 神将说得对 我们不许出来 但我们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先进去 才能不再出来 但你现在又不让我们进去 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怎么能不再出来呢 出来 进去 不许进去 不许出来 奇怪 不许进去 不许进去 师父 他没事吧 应该没事 他只是在思索人生而已 我们快进去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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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父 我的神识 被精致打乱了 被精致打乱了 神女 妖族白洛衡 求见神女 神女 我求救你了 快出来救救我师父吧 白帝的女儿 你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救这个少年吗 是的 我师父已经无感尽失了 我求你快出来 帮帮他吧 一草一梦 自有枯荣 人如草木 生死等闲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 又何必要强求 我是明白 但是我不能接受啊 我师父他救过我好多次 他还救过好多好多 其他的人 现在我师父他快死了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他 你说人如草木 哪怕生命再短暂 他都有绚烂绽放的权力 我师父比任何人 都有这个权力呀 你真的想救他吗 当然 他的命格天定 即便是我 也无能为力 而我能做的 也只不过是 恢复他的五感而已 即便如此 你要救他 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只要能救我师父 什么代价都可以 露露 不要 不要答应他 他的五感已尽 非药食能医 若要恢复他的五感 就需要神女的神魂去补足 而我的神魂 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用尽 所以除非你成为新的神女 在牺牲自己的三魂七魄中的遗魄 才能救他 我 当神女 对 继承我的衣钵 成为妖族的神女 但相对应的 成为神女以后 你将无法再爱任何人 这样的付出 你还愿意吗 我会忘记我师父吗 你会记得他 只不过对他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爱慕之情 他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 冰冷 而又陌生 不 不行 我怎么能忘记我师父呢 我记得他的温暖 记得他的味道 记得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领一笑 我都记得呀 成为神女以后 这所有的一切将会消失 没有了爱 就没有了最美好的回忆 所以你还是回去吧 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一定要救师父 我一定要救师父 只要能救师父 我愿意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 想清楚了 不 你没有 看着我的眼睛 我叫学院 我怎么会在这儿 这就是那个少年心中的未来 你仔细地看一看 看看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再做出决定 究竟值不值得为了他的未来 而牺牲你自己的未来 师父 师父 他看不见你 你作证 更为人命的 谢谢 而是 我 教学院 比我 探 你 我 这就是他心中期待的 一个美丽 温柔的爱意 只可惜 这个人 不是你 师父 思路 来 小朋友 来 吃饱了 思路 又惹你娘生气了 思路 没用惹娘生气啊 爹 你也别生气了好吗 爹怎么会生气呢 爹最最疼我们思路 思路 思路 思念 落寒 师父 思路 思路 思念 落寒 师父 谢谢 谢谢 师母 带我回去吧 这么说 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是 只要能救我师父 怎么样都行 哪怕忘记所有跟他在一起的过去 从此不能再爱任何人 哪怕 忘记和他在一起的所有过去 不能再爱他 好吧 白帝的女儿 走上祭坛 迎接你的命运吧 山有灵犀 海无极 明月生息 金乌响 愿此生息 五酒长 散魂魄昔 魏一人 生如夏娃 爱如昭露 今生相逢 爱世不忘 师父 和你相逢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 但是 够了 够了 让我们不期而遇 爱 爱 已慢慢在累积 填满所有空隙 爱越深越沉迷 越让人难忘记 却要忘记 爱上你却要忘记你 我的心明明在抗拒 怎能卷你 把记忆都淘气 爱上你却再忘记你 眼看着满星的浪迹 哪怕回忆 全是你的我也要 藏在心里 白帝的女儿 一个月以后 你将成为新的神女 同时 你也将一点一点地忘记 尘世间的所有情缘 好了 你的心上人 已经恢复了五感 去拥抱你最后的爱情了 谢谢你 神女 师父 您别听那神女胡说八道的 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呢 你可是我 你可是我落落的师父啊 而且 这个身份 我是拿自己的半条命换来的呀 要不是那天 被烟石潭绿打得半死 也不会那么快心软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啊 现在想想想 第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你 就被金叔叔追得满大街吧 真的好丢人 所以你放心 不管过几个月 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要不然 要是三十六欺负我了 谁来帮我撑腰啊 而且那么多武功秘笈 谁来教我呀 万一哪天落落 用头腕流出去受伤了 谁来救我呀 对不对 师父 万一落落哪天不乖了 不听话了 谁来管我呀 万一 有一天 落落真把你给忘了 你可千万一定要记得 落落好不好 因为落落 是你最喜欢的徒弟 而且 落落 真的 好喜欢 好喜欢 好喜欢你 爱上你却要忘记你 我的心明明在抗拒 怎能全力 把记忆都已抛弃 爱上你却再忘记你 眼看着满心的浪迹 哪怕回忆只剩一滴 我也要藏在心底 不会忘记你 曾生了 师父 师父你怎么还不行啊 师父 放心吧 他的伤已经彻底好了 很快就会醒了 师父 师父你终于醒了 洛洛 你终于醒了 我能动了 我恢复了 我早和你说过了 他现在撞得像头牛 也不和你们说了 这个破神妙对我的压制太厉害了 睡觉去了 没事别叫我啊 不对啊 我是怎么恢复的 洛洛 你告诉我 神女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是不是答应她什么事情了 我 我只是答应了神女 一件很小的事情 她就愿意出手帮我了 不可能 就连白帝对我的病都束手无策 如果不付出些代价 神女怎么可能会帮我恢复呢 那我偷偷地告诉你 我答应神女在我死了以后啊 不入轮回 灵魂不朽 守护整个妖族 成为下一位神女 所以她就答应帮我了 露露 师父你不觉得这是个好事吗 守护我的族群本来就是我的天职 只不过要在这种地方 手上好几千年 会有点小寂寞吧 露露 你何苦为了我做这些牺牲呢 也不只是为了师父呀 还有为了妖族 为了大家呢 其实 在遇见师父之前 三十六 轩缘 我们都没有朋友 可是因为遇到了师父 所以我们就进了活教学院 所以我们有了彼此 可是 好了 师父 我之前还以为神女 会给我出多难的难题呢 结果没想到这么容易 一举三得啊 所以师父 你看 我们是不是很幸运 露露 好了 好了 我们快回去吧 后王肯定担心我们了 走 你在念着她吗 难道陛下没有吗 朕当然念着她 这么多年了 朕几乎每天都在念着她 当年 朕为了大洲的安危 献祭了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年 朕经常问自己 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那陛下 现在有答案了吗 答案就是 值得 作为一国之君 这天下万民 都是你的孩子 所以才会有子民的称呼 为了无数孩子的生命 舍弃一个孩子的生命 当然是值得的 如果现在为了天下 又需要您舍弃孩子 您还会再次这么做吗 先帝让周都夫 造星盘大阵 是为了保护子民的生命 可如今 陛下却献出子民的生命 来保护大阵的安危 甚至不惜再次献出自己的孩子 岂非本魔倒置 大阵的安危就是天下的安危 为了大阵牺牲太子 有什么错 当年先帝和陛下 起兵于草莽 兵不过千 将不过时 却靠着那么一点微薄之力 力挽狂澜 驱逐魔族 建立大洲 那个时候 你们身边并没有什么大阵 来庇护了 住口 你懂什么 大阵抵御了魔族 庇护了大洲的万民 他就是绝对的正义 绝对的真理 朕绝不允许有任何人诋毁他 绝不 大阵 赐予了朕绝对的信心 让朕拥抱青春 只要有他在 朕就拥有力量 你们都要听从于朕 臣服于朕 朕的意志 就是你们的命运 朕 陛下 您变得让我有点不认识了 有容 你还年轻 你跟朕年轻的时候一样 喜欢冒险 喜欢一腔热血丹道义 可是到了这个年纪 就会明白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只有当你明白这一点时 你才会有资格 成为天下之主 大朕对您来说 真的比长生还重要吗 朕只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发生了什么 他永远是朕的儿子 可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用我把他引出来 最近 大朕越来越抱怨 朕渐渐失去了对他的控制 而你 是长生在意的人 只有让他交出手中的心徒 才能修补大朕的破绽 彻底稳定他 前提是 长生能及时恢复 赶回神堵 您放心 他很坚强 坚强到了 命运都要向他低头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的 哪怕他失去了五感 也会冲破黑暗 命运 所谓天意弄人 往往 当你以为击败了命运时 却不知自己 正在被命运玩弄 不知不觉走向那 最后的归宿 圣后他 莫非被大朕操纵了 快来 好像让我回吧 露露 我想回神堵 师傅 为什么要走 我想洗清自己的冤屈 而且堂堂他们 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可是 我还不想这么快就离开 我想和师父一起多留几天 可以吗 就算让洛洛任性这么一次 就一次好吗 那 好吧 成为神女以后 这所有的一切将会消失 没有了爱 就没有了最美好的回忆 师父啊 以后 你还会记得洛洛吗 母后 这么晚了 还惦记你的小师父啊 我才没有惦记他呢 喜欢就喜欢 干吗遮遮掩念的 咱们妖族的子女 爱也好 恨也好 就要简单直白 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思 这样才不会有遗憾 女儿知道啊 虽然女儿救了她 现在却要 却要在 不久的将来把她忘记 对不对 母后怎么知道的 这是妖族神女的规矩 娘身为妖族的皇后 当然知道了 傻孩子 生老病死 事实无常 我们每个人 最后都要经历这些 这是所有人的归宿 谁也逃不过 你又何苦呢 也许 生命就是因为这样 才变得可贵 正是这样 师父她才很努力 很努力地活着 女儿喜欢她 却更不能让她那样死去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会怎么样 当然想过 可是 当女儿看着 她在自己面前 只觉一点一点的没有 就连所有感知 都一点一点消失的时候 女儿真的 很心疼 很心疼 现在 你救了自己最爱的人 可同时又要失去她 母后想知道 你后悔吗 母后 我要是我后悔了 还来得及吗 是 母后 但是母后 我真的不想忘记师父 可不希望师父 忘记落落 傻孩子 有时候 忘记 也是爱一个人的方式 说不定 是最好的方式 那女儿现在要怎么办呢 母后 还能怎么办 在你忘记她之前 让她好好地记住你 让她 先记住我 先记住我 好 太帅了太帅了 师父你好帅啊 洛洛 怎么今天这么早 想早点来看看师父呀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看你了 真的没事 没事啊 没事啊 我 你确定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啊 要是个人 不要脸着吗 行呢 您的爱人 我都会不赶您的 看来真的星途 还是在陈长生手里 秋山君这个白痴 偷了一张假图回来 王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个人才 陈长生现在在哪儿 妖族白帝城 这妖族戒备森严 白帝有武功高强 凭我们几个 恐怕很难逗得过当 你们放心 我已经有对付他的办法了 大哥 大哥大哥 大哥大哥 兄弟兄弟 给口水 给口水喝 你想喝水啊 把手放开 我这儿也没有水 不过有一泡尿 你要不要喝呀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唐家的二少爷唐海 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你是人吗 你在这里就是一条狗 不过我已不为难你 你跪在地上给我学狗教 你要是学得像的话 我就可能给你水喝喽 你是谁 你是谁 别过来 你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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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唐凯少爷 有人想见你 怎么不想得到自由 你没干什么 当然是来救你了 救我 这些年多亏了在你的主持之下 我们魔族获得了大批的精良武器 这可是大功一件 我们又不是忘恩服役之辈 就怎会看着你去死 不 我不需要你们救我 不需要我们 唐家二少爷 你不会不知道 唐家是拿你做替罪羊 用你的性命来顶罪吧 这是我的家事 家事 你一个被唐家收养的孤儿 有什么家 唐家如果真的有情有义 又怎会让你出来顶罪 却没有人救你 唐家真正的儿子唐唐 反正在为你消灭快乐 是跟你没关系吗 我只是替你可惜 唐家把你推出来卖的 保全了自己 你还甘心为他们卖命 你可知道三天后 天海那个女人 就要拿你问朕 我甘愿这么做 只要能保住我爹跟唐家 我心甘情愿 那不是你爹 如果他真的把你当儿子 他一定会拼尽性命来保全你 而不是看着你被处决 你还年轻 有才华又有头脑 大把的机会在等着你 人一旦死了 什么理想啊未来啊都没了 你还会甘心吗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可我是人族 我总不能 没有什么能不能的 留住一条性命 你才能享受你所付出的一切 给你的回报 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原则 你记住 魔族会给予你最大的帮助 你会和我们一起 得到想要的一切 你能给我想要的一切 想要的一切 想要的一切 心海中的频率 刻画的是你 深情我笔中涟漪 思念的轨迹 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他 牵涟漪 牵涟漪 每一次清理 像掌门前夕 你在掌心握涌 温暖呵护着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合影 对着你 好想在寻寂 这一生的使命 我永远选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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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 有你 会更坚定 再不怕 命运被侵袭 若时光成群 若已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燃烧你 初天下